喂! 這裡可沒有什麼開關 不可以啊 各位觀眾 紅魔機破 誒 我好像少了點什麼 紅魔機 哇 好爽 雖然已經知道它用的是165W的充電器 但是當我親眼看到它的時候 依舊覺得還挺神奇的 這麼小的一個東西 165W的充電功率 你們看 它比小米的125W充電頭 也大不了多少 誒 它這時候紅魔的第一個操作就來了 雖然它送的是165W的充電器 但是這兩款機器 它都不支持165W的快充 它們的晶石快充功率一個是120W 而另一個是135W的快充 我印象中好像幾年前的妹族大概就這樣子 誒 它白送給你 但你又用不到 那我覺得只能是紅魔 接下來看一下這兩台 名字插了個Pro的手機 它長的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那首先紅魔的第二個操作就來了 雖然兩台手機 都是用一塊完整的6.8英吋屏幕 但是紅魔7是上巴攝像頭 而紅魔7Pro只是屏下攝像頭 只有導致了它們的屏幕雖然一樣大 但這個7Pro比紅魔7的上巴和下巴都要短一些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遊戲手機裡面 史無前例的屏下攝像頭 它的這個屏下攝像頭區域 誒 說實話肉眼看還挺明顯的 但是我覺得啊 遊戲手機用屏下攝像頭 方向其實是沒問題的 降點分辨率怎麼說也比挖孔要好呀 再來看一下側面的設計 這兩台手機的差異就更加大了 雖然它們同樣都保留了 極為先進的3.5毫米耳機接口 以及祖傳的禁忌鍵和散熱出風口 但是紅魔7的四邊突起的這個造型 我懷疑靈感可能來自防摔手機殼 而7Pro的造型則是採用了現在比較流行的直角邊框設計 還把它的音量鍵移到了電源鍵這一邊 又比紅魔7多了一個揚聲器 組成立體雙揚 這一整套的組合拳下來 正面看這一台7Pro 甚至和事件上那些普通旗艦機也沒有什麼不同的 不過一旦你放到背面 不同的就來了 因為普通的手機哪裡會裝一個2萬狀的風扇 並且還是個帶RGB等等風扇 還是不是很像那某404瀏覽器 接下來講一下紅魔7的第三個掃操作 也是我認為這兩台紅魔手機裡面最最最好玩的東西 就是桌面上的這個紅魔機 這紅魔機就是一個在你手機裡的虛擬形象 像你可以像我一樣 沒事就在桌面裡跟它互動 你戳它不同的地方 它就會有不同的反應 比如你摸它的頭 它就會生氣 你正在進行一個有風險的舉動 然後你一不小心滑它的大腿 它會害羞 不可以喔 不過這個功能好玩是好玩 但是我建議你在公共場合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帶上耳機在互動 不然不小心那可就 在手機的桌面上是你跟紅魔機互動 而在遊戲裡就是紅魔機跟你互動 它就會在你玩吃雞的時候提醒你 啊該跑毒了 而在你玩王者的時候給你復活提醒 總之就是非常好用就對了 並且在這個紅魔機的隔壁還有資源庫和插件庫 裡面的各種遊戲的連招還有插件什麼的 簡直就跟外 簡直就跟外聘了個電競教練一樣 好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 感謝各位朋友驗得收看 如果你覺得這期出鏡的女同事還不錯的話 那就給她點一個讚吧 點讚越多 下期出的女同事就越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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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